《原來是誰?》 《原來是誰?》 這個就是我今天的第二套衣服 這套衣服就是我剛剛變成吸血鬼 來到這個世界 不太適應拍了一個神秘的儀式 總之有一條蛇咬了我 咬了我之後就好像正式入會 入了這個大家庭 其實都是一個寓意 我好像接受了自己的黑暗面 接受了自己一個未被人發掘的一面 但自己也接受 就願意去擁抱自己 OK? ColorCon其實這次大約是紅色 比較想震驚一點 因為普遍吸血鬼都是紅色 或是白色 今次就想選擇紅色 因為本身自己也喜歡紅色 而且自己覺得特別一點 跟平時自己會戴的Corn 很坦白說這隻Corn 真的超級不舒服的 因為它比平時普通ColorCon厚很多 硬很多 所以感覺就好像帶了那些 糊木鏡 塞貼片進去的那些 感覺很像 但當然 為了MV 那些 頂多個小時 跳舞都害怕 其實跳舞是害怕 因為我今次 Mr.Stranger這隻舞 其實是比較大動作的舞蹈 所以其實都 很多時候很害怕 跳一下突然 衣服沒有摸出來 那你再NG 所以很多時候 平時我們拍跳舞也是 那些衣服一摸出來 或者摸了一點 其實就要有手再來 所以我估計今晚應該都是 做個NG很多次 第一就是挑戰了 人生第一次跟蛇合作 我自己人生第一次摸蛇 原來是 沒有我相信那麼滑的 好像梳化 好像銀包的質感 其實不危險的 只不過是 要經歷我的關口 因為剛剛拿著蛇的 姐姐就說 她第一次帶蛇 回到她家的時候 蛇是咬她的 所以我說 連主人都咬 我就一定 摸不摸 但幸好她也很乖 所以就辛苦那蛇仔 然後今天就是 和一個小妹妹合作 拍了一個 和劇情有關的 就是我拯救她的一個 小劇情來的 小妹妹今天很害羞 但其實她很多時候 在我面前 突然間在我面前 突然間就 很突然地抱著我面 但她是一個 平時都很盡量 保持一個很高傲的姿態 但有時候就忍不住 看到她熱情的一面 所以她很可愛 而且她很努力 我感覺到她已經很盡力 她聽每一個命令 她聽每一個指示 所以 公司是挺有趣的 是跟一個 不同界別的合作 好 現在是早上7點了 感覺好像跟上次MegaHit一樣 都是早上7點 8點收工 辛苦了台前幕後 製作團隊 公司團隊 Dance alone Rosser 今次是一個 我自己覺得 都是很 即是身體很需要的 一個程式 因為 跳舞的成分很多 然後我們要一次過拍完 拍完舞台版 所以 是 真的有點累 但是 今次我覺得 那個Theme 和帶出那個意義 我自己覺得是很特別的 很希望大家 計算上一次跳唱的歌 就是MegaHit 今次可以帶出一個 跟MegaHit完全 截然不同的感覺 給大家看 希望可以作為一個 2022年的一個 很新鮮的 開始 希望大家喜歡 Mr.Stranger 謝謝